各位上官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克福音的话语 马克福音第六章 从35节开始读一下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 请教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可以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 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 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会说这不可思议啊,这不可能啊 这怎么吃了还剩这么多 那我们跟耶稣一起生活,然后我们 我们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给我们发生了很多惊奇的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形容 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很顺团地走,但其实有很多的弯曲的 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被神所牵引去生活是非常感谢的 我们的合唱团,我们全国巡回表演 过去一年间,就是过去一年,在海外志愿者的学生们一起 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们,他们非常惊奇的表演 然后很多观众参加的,他们都受到感动 很多人会想,哎,这些青年怎么能做到这么好呢? 我们看到了这些 那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有一百,然后拿着一百去过一百的生活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需要一千,但只有一百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候 但只有五百的时候,我们会痛苦去焦虑 这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相反 那我们跟耶稣生活的话有哪些改变呢? 只是大家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也会遇到很多看似,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好它 但是因着耶稣能够去解决这些事 然后呢,而且很完美的收尾,我看到这些非常的感谢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是通过耶稣做不到的 所以圣经里面这个门徒就说 他说天已经晚了 然后就向众人打发他们去村里面去买东西吃 但是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给他们,你们给他们吃的 他不是十个二十个,是几千个人 但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然后该怎么办呢? 那有多少个饼? 他说有几个饼 那耶稣拿着这些 这看似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但是,圣经里是说了 就是给了很多人,还剩了很多 我相信耶稣已经很久了 已经数十年了 十几岁开始相信 现在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是相当长的时间我相信了耶稣 我一开始只是去教会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 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但是圣经很惊奇的 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耶稣的事情 那神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耶稣 我们感受到 说耶稣能不能给我五百块钱 不是这样的对话 真正的我跟耶稣 我把我的心放在耶稣里面 我相信耶稣 那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 我们去经历这些的话 那会在我们人生中发现很多惊奇的事情 那神 在我们心里面也是 但是祂是活着的 然后祂在我们里面做工 我看到这些非常的神奇 那我们的教会 那我们的教会 还有我们的宣教会 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非常感谢 我们未来有学校 我们打算设立学校之后 就做事情 然后希望学生们 有更好的教育 我们再去考虑这些 我们 我们 我们就是为这些 年轻的人 该如何教育他们 如果引领他们 我们在考虑这些 不是我自己的智慧 而是耶稣的力量 在我们心里面 他引领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设立了IYF IYF 我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牧师的师母的姐姐 那不是非常亲近的 在美国 他移民到美国生活 他的有儿子 有一次那个师母呢 就这个就说 他的这个儿子 的事情 他找到我们 他说我儿子拿着枪 我拿着枪 所以我害怕 他会跟别人枪战 他也会去射别人 也可能被枪击 所以妈妈呢 就是叫儿子过来说儿子 你是我的所有 你是我的所有 妈妈现在 有很多次想要自杀 但是 因为你 我没有办法死 我看到你有枪 我怕你枪战的时候 被枪击杀 所以我非常的害怕 儿子就说 妈妈 你不要这样 我也不是想要活着 所以活着 我每天也是会想 很多次想要死 但是我没有办法 妈妈 你不要这样去 给我带来烦恼 这样我会想死 他说了这些妈妈 没有话可以回复他 然后妈妈他就到我面前说 请帮帮我的儿子吧 现在 就是之前 呃在洛杉矶的时候 比较忙 没有办法 我可以把他带到韩国来吗 他说可以 你把他带到韩国吧 我把这个学生带到了韩国 他呢 就裤子都是破破的 然后呢 把这个裤子挂在屁股这块 他是我生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 然后他来到了我家 我没有去 呃 教训他 我只是 把他放在旁边去给他讲圣经 有一天 这个圣经的话语进到了这个学生心里头 非常的神奇 这个学生就是改变了 他现在在美国做生意 然后我偶尔跟他打电话的话 他就说牧师我非常怀念当时牧师跟你生活 他说想回到那个时候 他就这样跟我说 我们不管任何人 如果遇到耶稣 然后呢 罪得赦免的时候 耶稣因为我肮脏的我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对待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改变 有一次我 去一个城市 那里有我们的小的教会 他那里的教徒们呢 他们就说来我们的教会吧 来我们的教会吧 但是我说去但是没有机会去那块 但是晚上十点多天很黑了 然后说要在秦主教会去睡觉 但是我开着车去那边 他们听到我会过来 他们十点半左右 他们教徒们聚集在那边 然后就跟他们说交流 然后快要去睡觉了 然后我就去睡觉 但是有一个就是 子妹她就哭着对我说 牧师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 我已经结婚二十三年 我的丈夫结婚那天她没有喝酒 但是不知道何时她开始喝酒 她直接拿着碗去喝 她天天不做什么 那老婆妻子呢她 姊妹呢她去这个工作 她最痛苦的是她下班回家之后 去收拾这个酒瓶的时候 她觉得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我就笑着说 你去找一些小朋友 你每个人给她五百韩币 她会帮你去收拾 我就跟她这样去开玩笑 我就跟这位夫人说 明天你带着你的先生过来 第二天她带着她的先生过来 然后她喝了很多酒 然后她知道我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抬头 我给她翻圣经 西部来书十章 有怎样的话语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在十章十四节里面 因为她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耶稣 耶稣 她献了她的身子 让我们变得洁净 然后说 让我们永远完全了 我就让她去读 她就读 我问她你完全吗 她说我不完全 你再认真听一下 这是圣经的话语 耶稣不是说 她已经让你永远完全了吗 是的 那你完全吗 她说我不完全 那耶稣让你完全了 不就是完全的吗 哈哈 我这个酒鬼还完全吗 我就一直跟她去交流 然后这位先生 我说你不要看你自己 看圣经话语 他说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他不是这样说了吗 那耶稣为了你留着保血 然后他已经说 让你永远完全了不是吗 那那位说 如果我完全呵呵呵呵 开什么玩笑 然后他就回去了 第二天他早上起来之后 他连饭也不吃 他就是拿着碗去一直喝酒 他就倒了酒 他起来 但是他突然就不想喝了 他之前呢就是看到酒 就特别开心的一个人 但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他就是戒掉了酒 过一段时间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我给他的先生打电话 你来我们的神学院 你来我们的神学院 然后你做牧师吧 他后来来了我们的神学院 他毕业之后成为了牧师 现在他在引导这个教会 这位夫妇他们非常幸福的生活 是这位先生 他就是去讲圣经话语在教会里面 他就是去讲圣经话语在教会里面 他们夫妻 他们就是在这个田野里面 在花海里面 我们是侍奉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 这天黑了 然后呢 这门徒们他们呢 就是到 耶稣面前他就让这些 让他们买东西吃 让群众去买东西吃 因为耶稣从早到晚去传话语 他们要吃点东西 要歇一些才能去走远路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有多少个饼 他就问他们 他们就说 哎,我们有几个饼 他有数千人 但是我们有几个饼 耶稣就把它 掰开来发给群众 让他们吃 但是 我们想一想 五个饼怎么能够喂饱这个五千人呢 但是吃完还剩了 我们拿人的这种计算方式是没有办法去计算出结果 那耶稣的计算和我们的计算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没有必要去相信 我活到现在 我看到很多困难 感觉不可能的事情很多很多 但每当这个时候 在我里头 耶稣活在我里头 因着耶稣 这些事情解决 一个一个的解决 我经历了无数次 现在也是 也会有困难 也会有 但是耶稣与我同在 在我的这个问题面前 耶稣牵引着我 我感觉非常的惊奇 最近我们的大学生 他们过去一年去海外做侍奉 在非洲 去非常贫穷的国家 他们去奉献 他们在韩国各个地方巡回 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参与 这些学生非常的快乐 一年间在非洲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不清楚 但是我看到他们非常的幸福 然后快乐 我们 我们 我们有超越人类力量的 有超越人类的方法的 这个耶稣与我们同在 那神 他对人类说了什么呢 他就是会给我们 我们人能够去承受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 我们生病或者没有钱 就是我们即使再怎么努力 没有办法解决 有这样的时候 那我没有钱 我没有能力 没有钱 我该怎么解决呢 那我没有这些能力 没有钱 我该怎么解决呢 但是耶稣活在我们里头 他会做工 真的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非常惊奇地去解决它 我一开始就传教的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村里面 那个村里面呢 他全都是田 就是 就是 他 他田里面是有很多杂草的 像如果是 你去种水稻是没有的 因为它是有很多水 所以那里村里面的 他们小朋友就是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会在 有一个夫人 她晚上做完事情回家 她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在了 她说我的孩子去哪里了 我说她不知道 然后呢她就去找她 然后呢她就去找她 她听到她在讲什么故事 她就在窗户里面她去倾听 她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她的心融化了 她后来进去之后 带着自己的孩子 带着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就喂着这个孩子 然后呢就喂着这个孩子 然后跟姊妹 然后去听了这个福音 他在窗户里面 她多得到了赦免 我们人 没有人是没有罪的 但是有罪和没有罪的人的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聚集在这里的人 如果说我没有犯过罪 没有撒谎过 我没有盗窃过 如果我问你们有没有人没有犯过罪 没有一个人是没犯过罪的 但这位妇人她只是在窗户旁边去倾听这个话语 她发现自己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她有了这样的心 她进到了里面 她改变了很多 她说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好的椅子 有这个灯 现在这样去听话语 但是这位呢 她呢就是用这个窗户里面 她那个而且是用纸贴着 她只贴在那边去听这个话语 然后说 我的罪也是耶稣洗净了 她也有了这样的心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 那耶稣的心进到我的心里面 他会开始做工 我会拥有 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心会牵引领着我 那到现在我相信耶稣去教会 一开始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后来罪得胜免之后回到现在 那神让我遇到了很多奇迹 我看到了无数次 我来到首尔已经二十年了 我感觉是昨天来的 我刚来首尔的时候 首尔有很多的牧师呢 他们就说 我们反对朴玉珠牧师来首尔吧 他这个警察就这样告诉我 我就说笑一笑 我说我就是坐那高铁过来的 他没有人能够去阻止他 听说现在每周听我讲到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的人想要跟我们一起做事 以前说我们异端 但是他们来看我们之后 很好 首尔市里面 这个基督教的氛围改变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智慧去 我该怎么去说服他们 让他们认可我 前段时间我去了南美 在南美的教堂里面的 神父呢 他就说 你们来我们的教堂 然后和尚团呢 唱三十分钟的表演 然后牧师来传二十分钟的这个话语吧 那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呢 我给神父讲了二十分钟的话语 然后过了二十分钟后 我们就一直交谈 他也不会去阻断 所以我们跟他交流当中 这位神父他最得到了赦免 然后过段时间我在韩国 因为我不会讲西班牙语 所以他就去学韩语之后 用韩语写信给我 他用YouTube 你过来之后 在我们的教堂里面 周边大概有七十位神父 你过来把之前给我讲的话语也给他们讲一下吧 然后我已经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许可 然后我过去 我一定要去 我本来是要给七十位神父去讲话语 没想到有两千个人聚集 我也不知道谁是教友 谁是神父 然后我给他们讲了 怎样去最得赦免 然后这个是我在传话语的画面 大概有两千个人 第二天 来了三千个人 当时位置都不够 所以很多人都回去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举手了 我说你罪得赦免的人举手 他们举手了 然后你们看这边还来了和尚 很多人聚集在这边 我们的罪是如何洗净的 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为了我们的罪 耶稣是如何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 但是耶稣 他代替我们的罪 受到惩罚 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都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去世的 大家能理解吗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们回答一下 那耶稣定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他有没有罪呢 他没有罪 但是他为了谁的罪去世的 他是为我们的罪去世的 那我们的罪是洗净了呢 还是没有洗净呢 这个问题在韩国的教会和我是不一样的 那韩国大部分教会呢 他们说还是罪人 他说我还是罪人 因为你犯了罪 那就是罪人不是吗 但是我说我不是罪人 我所犯的所有的罪的惩罚 那耶稣已经接受过了 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已经承受过了 那我们还说我们罪人的话 那他不是徒劳了吗 我们在就是 我们不是罪人 那你犯了罪怎么不是罪人呢 我小时候 我的父亲的朋友 他们在学校 对面他就是开这个文具店 我跟父亲说 我的那个本子不够了 你去朋友家去拿 要一个吧 因为跟爸爸比较熟 所以我跟叔叔说 叔叔你好 我的父亲说 他说他会给你付钱 所以让我去拿本子 好那你去拿吧 你要哪个 这个拿吧 这个300块 他就直接给我 然后呢 就是后面从父亲这边拿钱 是不是 不是我从来没有一次付过这个铅笔或者本子的钱 但是我就卖我的父亲的名字 然后就讲 然后他就说我上次没有拿到零钱 这个就抵掉了 所以我不只是直接去拿这个本子 我跟我父亲说 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帮我还了 就算我没有钱 他会给我这个本子 然后我的父亲他会还所有的钱 那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来到这个人世 然后我也是在这边一点点的老去 这两千年前 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为了我们的罪 他钉死的 圣经里说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后面说 但是因着耶稣里头的救赎 蒙神的恩典 白白地称义了 耶稣因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了十字架 所以是神的恩典 我不用做什么 我的罪已经洗尽了 我没有罪 我是义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韩国的教会和我的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韩国大部分教会 牧师也说叫罪人 长老也说罪人 他就说 要原谅原谅我吧 他们就这样去说 那这个祷告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的罪 已经受到了惩罚 那还在说原谅我的罪 相信耶稣应该是 说我的罪已经洗尽了 这才是相信耶稣 那当今很多的教会呢 他们嘴上还是说我是罪人 但是这些教会呢 这些长老们呢 他们非常努力地做事情 有钱的人他们成为长老 然后他呢 就是把财产呢 就是捐给教会 然后去帮助这个教会 但是问题是什么 这些长老还是罪人 为什么是罪人 耶稣定死在死架上 他不相信这个 所以他还是罪人 能理解吗 我们都犯了罪 现在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 但问题是 耶稣已经 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惩罚 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的这个罪呢 洗得像血一样的洁净 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想法 应该要相信圣经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后面的话 二十四节 因着耶稣的救赎 蒙神的恩典 白白地称义了 他说你没有罪了 你已经洁净了 我既是犯了罪 但耶稣代替我们 为了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下 已经受到了惩罚 所以我就算什么都不用做 但我已经是一人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阿门 那圣经这个六十六卷书 全都是神的话语 神他不会撒谎 我坦白说的话 我因为肚子饿小时候 偷了很多东西 隔壁的柿子也偷着吃 在果园里的苹果也偷着吃 桃子也偷着吃 跟朋友们一起做了很多坏事 除此之外 犯了很多罪 我当时就是百分百相信我是个罪人 但我小时候去读这个圣经 圣经读一遍 两遍 三遍 十遍 非常神奇的是 我 之前读这个小说 有罪与惩罚的一本书 是俄罗斯人写的 我之前去俄罗斯的时候 也去走过这个小说里面的 这个小巷 那这个罪与惩罚里面的话 他呢 杀了这个电当铺的这个婆婆 然后呢 他呢 就是被追 然后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就感觉我也被追 所以我一口气读了两遍 因为我当时没有钱去买这个小说去读 所以我就是在住的地方 我就听说谁有书的话 我会就是借 然后呢读一个晚上读完之后再还给他 然后罪与惩罚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第三次的时候 就感觉太无聊了就不读了 然后就去找其他有意思的去读 那圣经的话 他非常神奇的是 我数百遍也是 现在也读的话 他也是崭新的 这是神的话语 那更重要的是 我跟朋友们到这个果园里面 偷吃桃子 偷吃这个苹果 偷吃柿子 我有这些罪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罪 我曾经是个罪人 但圣经怎么说 所有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然后怎么说 因耶稣的救赎 蒙神的恩典 白白地称义了 神跟我说 你犯了罪 但你犯了罪 耶稣钉子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已经代替你 承受了这个惩罚 所以耶稣代替你去世了 所以你不用做什么 你白白地称义了 你就是成为了一个义人 没有罪了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圣经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所有人都犯了罪 汇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圣蒙神的恩典 因着耶稣的救赎 白白地称义了 这个圣经的话 跟我们现在的话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意思就是 我本来犯了罪 但是耶稣 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救赎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 他就拯救了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罪呢 他就是洗净了 所以神说 我们是义人 他这样告诉我们 阿门 有没有第一次听这个话语的 这个圣经是怎么说呢 我们犯了罪 我们罪的种类也很多 同样的罪 然后反复犯 然后第三次犯 我们这样犯了罪 但是耶稣代替我们 接受惩罚 然后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就是 接受惩罚之后呢 他已经 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惩罚 所以我们的罪是洗净了的 但是牧师说 牧师不是又犯了罪吗 那你所犯的罪也是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 所以呢 我们所接受的惩罚 耶稣呢定死在十字架上 已经接受了这些惩罚 所以神说我们是义人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出 就白白地称义 这个圣经分明告诉我们 我们犯了罪 但耶稣代替我们 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 白白地称义了 意思就是 义人没有罪的意思 能理解吗 他说白白地称义了 那我就反问 那审判官说 你是义人的话 你是罪人还是义人呢 是义人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在首尔市里面的很多教会 他们问这个教徒里 教他们是罪人 很多长老就说 哎呀我肮脏的罪人 然后呢 拿着耶稣的名 这样的祷告他们 那他就是不相信 耶稣已经洗净了 我们的罪 那就会成为罪人 就留着 那我们的罪是很多的 但是耶稣在定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的罪已经结束了 这是非常敬奇的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圣经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的圣经 23章 23章23节 就是我们看前面 他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犯了罪 我们24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耶稣代替了我们 然后救赎了我们 然后蒙到了神的恩典 白白地称义了 那耶稣 为了我们的罪 他去世 神看着我们说 你是义人 你是没有罪 就是干净的 洁净的意思 你的罪已经洗尽了 你是洁净的 你是干净的 你是义人 他是这样跟我们说 我们抛开一切 就算我犯了什么罪 那神说我是义人的话 那我们就是义人 这样相信才是真正相信 耶稣 阿们 能理解吗 但是在收尔师里 大部分教会 牧师和长老都说 我们是罪人 耶稣有一天 按手的时候 按手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罪 转移到了耶稣身上 然后圣经后面说了 第二天 约翰看到了耶稣走过来的样子 这昨天是给耶稣头上按手 但是第二天 耶稣看到他 耶稣走到他面前说 看那 背着世人罪的 神的羔羊 那各位要快乐 虽然有点对不起 为什么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就是为了代替我们 为了我们的罪才钉死的 阿们 是不是呢 那我们的罪有没有洗净呢 圣经里说了是洗净了的 非常心痛的是 所以是大部分的 这个牧师们 他们就教教徒们说 我们是罪人 那意思是耶稣没有洗净了吗 这是不像话的 那今天我跟大家想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里说的是什么呢 各位你们犯了罪 但是 但是耶稣为了你们的罪 去世了 所以你们不再是罪人 你们是义人 大家大声说一下阿们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白白地称义了 就算我们没有做什么事 也是义人 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 当今很多教会 他们嘴上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 但是他们还是说罪人 那这不就是说他死了也没有去让洗净我们的罪不是吗 但不是这样的 圣经里说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说把这个罪洗得比血还要白 其他人都说是罪人 我之前不太了解圣经的时候 我之前就是去长老教会 去别人家里面偷吃香瓜 偷吃苹果 跟朋友一起在那边玩 我每次痛苦 所以我凌晨去痛哭 然后去祷告 说原谅我吧 但是当时不知道我的罪有没有洗净 所以后面读圣经的时候 罗马书里面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求神的荣耀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劝蒙神的恩典 然后呢 说白白的成语了 说没有罪了 那说是一人 就是说没有罪的意思 因为耶稣因着我们的罪去世了 所以我们没有罪了 我们洁净了 当今首尔大部分教会 还是说我们是罪人 那这些人他们成为直士 成为长老 他们勤奋地去赚钱 然后呢 奉献给教会 后来就死了 那他们在临死之前会颤抖 因为他们还是罪人 因为他知道罪人没有办法去天国 所以他们很担心 哦我是罪人 他们就这样去世 然后只能去地狱 为什么 因为他 就是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圣经明明是这样记载的 但是他们教他们是罪人 所以这个是交错了的缘故 当今就是 很多牧师还是跟这个 就是很多教徒们就说我们是罪人 我们天天是犯罪 所以是罪人不是吗 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去世了 那他去哪里了 那耶稣就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 他不是让我们一直是罪人 所以去世的 这是不像话的 这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被恶灵所牵引 他们一直说是罪人 我二十年前来到首尔 当时我没有钱 但是神奇迹办得让我们买了这个地 然后盖了礼拜堂 到现在我们在这边 现在很多首尔士 很多牧师 他们也去跟着我 他们也说是 因为他们摆看 看了一百遍 也都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万一这个耶稣 没有这样洗净的话 他就是白死了 不对 耶稣是 洗净是确实的 但是因为一直被魔鬼所欺骗 但是魔鬼就说 你不是犯了罪吗 但是你后面犯的也已经洗净了 耶稣没有保留一点点的罪 他都洗净了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 二三节 因此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这个不是 他就是救赎我们的意思 他白白地让我们称义了 神已经说了我们是义人 阿门 那各位是罪人还是义人呢 我们是义人 神现在也在天国里面看着我们 你们这些人怎么 怎么这么 他说我已经承受了你的罪 惩罚 你为什么还说你是罪人呢 耶稣可能会生气 你要说啊 我们已经洗净了 然后耶稣会说 是的 要这样去相信 神才会这样喜悦 万一 耶稣没有洗净我们的罪的话 那他白死了 他不可能是白白地死去的 耶稣 像白雪一般地 洗净了我们的罪 各位要相信他 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圈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这里的义人称义就是说 没有罪的意思 那神为所有的人 你们曾经犯了罪 你们犯了罪 但是我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 已经接受了所有的惩罚 所以已经把你们 成为了一个义人 可以安门吗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呢 到目前 通过很多电视台 也去 然后去传达 这个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牧师 说 朴玉处牧师所说的对 但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很多 那个说是罪人 那他说我们还是罪人的话 就是说 耶稣没有洗净 那这是不相信耶稣是在侮辱这个耶稣的死 耶稣正确的已经接受了所有的惩罚 他在十字架上流着保血 然后呢 他去世之后三天后复活了 所以他后来给我们看 我们的这个 就是被钉子钉的这个痕迹 然后就说 这个就是我的证据 已经洗净了你的罪 所以各位当中 对这里有什么好奇的吗 耶稣在 持架上定死了 他们已经 那我们不是再犯了罪吗 耶稣不是只是洗净一点点 他是洗净了所有 那 各位小时候 妈妈给你们洗澡的时候 只给你们擦脚丫子吗 他会 你的 从头到尾 他都会给你们洗干净 你们在家洗澡的时候 也不都是吗 从头到尾都洗干净 那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永远的洗净了 所以 但是很多教会当今 他们在 教 误导 人们 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 但是我们明确的是 耶稣为我们的罪 然后呢 洗净了我们的罪 说我们是义人 他们还是说我们是罪人的话 那这就是 污蔑神的 耶稣的 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是 罪人 我们就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 所以我们是义人 我们能去天国 我们的教会的 这个教徒们 我去给他们讲了这个事实 呃 所以他们面对微笑 然后呢 很多长老他们就是 他们捐了很多钱给教会 然后他们是长老长老 就是 但是他们到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就没有 得救 他们 他们没有认真去读圣经 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经洗净了 但是圣经里是说了 我们已经洗净了 阿门 这个事实 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他的 从那之后 我们的心和神的心成为一个 耶稣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人生当中的事情 他都会帮助我们 会给我们恩典 保护我们 我也是去传这个话语 就是 很多牧师 不知道我在讲这些话语 他们就说我是异端 但是现在的牧师越来越少了 有很多牧师去跟着我 所以我看到这些非常感谢 所以所有市民都能够去 这些市民的话 神会非常的快乐 如果说我还是罪人的话 这个不是谦虚 而是在污蔑神 耶稣 我们曾经也是说 我们不太懂 所以我们还说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 洗尽了我们很明确的事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感谢 然后像金子和银子 它是会消失的 我们不是像这样子去得到了救赎 我们是神的阳高的保血 我们是神的阳高的保血 得到了救赎 这个赞美诗里面 这个已经都有了这样的歌词 但是他们会说 我还是罪人 他说已经救赎了 救赎了 但还是罪人 但是我们的罪 因着耶稣的保血已经洗尽了 我们要相信 相信他 我们要用信心去相信 我们这个叫信心 但是我不太懂 但是圣经里是怎么说 圣经说洗尽 那就是洗尽了的 阿门 像白雪一样 然后再过信仰生活的话 会非常的快乐 我的罪得到圣灭之后 就是被神引领 我们的心跟耶稣 成为一样的心 神耶稣引领我们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快乐 我在人生当中 也有很多困难和痛苦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 主帮助我 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感谢 还有很感谢的时候 其他的教会 他们是有这个年龄 满了就是 年纪到了七十的话 就是要退休 然后这样子 但是我们教会的话 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已经八十岁了 但是没有人让我退休 每次我最近上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把我拉下来 但是我还是可以能够在这个 这个面前去 大家面前讲话 所以我非常好 我们教会很好 所以大家也要像我一样 跟其他人去传这个福音 耶稣钉子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我们的罪 因此我们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了什么 他说了成了 他已经完成了耶稣 神让他来到这个人室 然后去洗净人们的罪 然后他复活之后 他呢 就是已经复活之后 在等待着我们 我现在年纪大 我应该会比你们走得早 有些人 有些人他年轻比我走得还 还早 他们在神面前这样子生活 他们能够到神面前 所以非常感谢我 到死之前 临死之前 我还是要一直会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各位 不是因为大家 有什么优点 而是他白白的就是给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大家拿着感谢的心 然后也把这个话语福音 传给别人 然后去给他们讲解 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他不是再是罪人了 就是跟神一起去天国 然后希望各位也成为神的仆人 然后一起 看起神会给你们 祝福你们 我在过去数十年间去了 很多国家 全世界各个地方 然后去传福音 现在有很多人 要跟我们一起去传这个福音 曾经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在印度 在那里有这样的布道会 然后被各个国家邀请 然后从明天开始 我要去海外 然后又开始去传话语 那次 我相信就是 相信神也会做工 然后更多的人去得救 然后很多总统也得救 然后在 那斯瓦提尼的一个国王的秘书呢 他来这边一起去 这个 来我们的聚会 他的国王也是 就是 听了福音 他得救了 他是怎么 见到他是有一个学生 他去做志愿者 他是做音乐的 然后他的 那个 斯瓦提尼政府 他们国立大学的毕业典礼 然后说 这些学生说 我们去给他们唱歌吧 然后他就跟负责人说 我们是来自韩国的 我们唱歌很好 我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想要祝贺大家 然后唱一首歌 他们负责人说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今天国王会过来 他们要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所以 昨天的话 我们看了那个 这个时间表的话 没有办法再改了 所以那我们就参加毕业典礼 就走了 突然一下这个人就跟我们说 你们现在国王现在还没来 这个听众都来了 你们能不能唱一下歌 哦可以啊 然后他们要唱几首 唱了三首 然后 唱到一首半的时候 国王他过来 然后这有两个学生在那边 这个国王他坐在面前 他就是国王 然后国王呢 他听到这个歌曲之后 他非常的快乐 他这个结束之后 他就让他们过来之后 遇见这个学生 然后这位学生们 他们看到 这个 这个学生们就跟国王说 我们这个IYF设立的牧师 他过段时间会过来 所以国王就让部长 然后你们去了解一下 这个朴棕牧师的时间表 然后时间行程表 然后你去接这个牧师来见我们吧 我不知道这些 我下了机场 就坐下了飞机之后到机场 他们就把我带到贵宾室 然后就跟他们交流之后 后面去了国王这边 去见国王 然后见到国王的话 就是大概只能交流三十到四十分钟 但是在 我 就是大概三十分钟 你要大概 要离开了 要准备了 但是那天 我那天 传了三十分钟的话语 跟国王 然后国王他听完之后呢 他话语结束之后 说牧师 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点 然后我再给他讲了三十分钟 然后国王又说 牧师 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 然后我 传了三次三十分钟 然后后面就站起来 非常欢乐地给他去讲 那天 国王他罪得了赦免 非常感谢 国王他跟我说 他拜托我一件事 我们国家没有医院 他们有生病的话 要坐飞机去别的国家 能不能给我们设立一个医院 然后我说 设立医院不难 但是 这个选医生比较难 这段时间 我们去某一个国家 我们传教士的 他的 妹妹是医生 他在那边 他说你是医生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玩着呢 说医院太累了 想休息一下 什么困难呢 你去这个 Eswatini这个国家 去这边 我们要设立医院 你去当院长吧 他说很开心 他就过去 我就把他介绍给 这个国王 然后介绍给他 我不知道他当时表情 为什么没有微笑 尴尬 但是要这样去微笑 然后 这个一位医生呢 他现在在韩国去接受教育 除了他以外 我们会 五月份前 去给他们培训 他在这个女性医院里面 他在各个领域 他都去学习 他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外 他去学习 他五月份 我让这个教会说你们去建一个医院吧 他们应该在建这个医院 然后在Eswatini有医院的话会非常的好 以后我们会去招募更多的医生之后 派到那边之后 然后这个国王呢 他就 就是给国王打招呼说 他会成为医生 他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跟国王非常的好 关系非常的好 然后非常感谢 那我去Eswatini 去布道会的时候 大概他们聚集了两千个这个幕会者 然后我传完道之后呢 然后这些幕会者他们就过来说 我们要属于这个好消息宣教会 他们的话语是非常正确的 是属圣经的 所以我每次去Eswatini的时候 在这么大的讲堂里面 然后有两三千个人聚集在那边一起去传道 以后我们会让他们也去神学院 学习我们的话语 然后神通过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各位也是罪得盛免之后 拿着非常感谢的心 然后不只是停留在那里 是给身边的人去讲 让他们去相信 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那神会给你们祝福 那如果韩国人都得救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会成为非常平安的国家 我们各位的家人都得救的话 那家人之间也会非常的亲近 非常的好 你各家的心里都会充满快乐 很多人在离世前 他们就颤抖 因为很多人 他们都说自己是罪人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有罪的话会去地狱 所以他们不知道 但是十字架里面已经都 耶稣在那边已经洗净了 我们本是罪人 但是已经洗净了我们 我们要这样去说 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 会非常快乐的生活 今天这个礼拜 然后我们在这个宝贵的 这个时间一起去礼拜 非常感谢 各位也相信 就是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是不是 你们这个 有任何疑问 你们可以来找我 然后我可以非常详细地给大家解释 你们罪得盛免之后 也给身边的人 我们其实犯了罪 我们曾经犯了罪 但是耶稣已经给我们这样的 已经洗净了 这样简单给他们讲 他们能够去天国也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呢 那今天的话也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